大家好,我是奧阳,今天给大家说一部看完之后绝对懵逼的韩国选语片《哭声》 好了,一起来看电影,故事一开始,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发生一件命案 嫌疑人浑身是血,脚底升窗,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不正常 在这样的情况下,男主角大四哥出现了,他是一名警察前来惨案 两个受害者被捅了二十几刀,你说这得多大愁 回警局之后,大四哥就和同事吓聊天,骗脚小玩就说了 最近咱们这块特别不安生,来了一个日本人,嘎着窝盛军军 自从他来了之后,咱村就经常发生怪事 有个哥们上山打猎,不小心鬼家山,醒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嘎着我神军军正在那生啃肚肉呢 好家伙,口味挺独特呀 大四哥就说了,别胡扯,那都是摇眼 这个嫌疑人脚底升窗,肯定是吃了毒蘑菇 大四哥话音刚落,突然就停电了 只听一声巨响,一个女影就出现了 大四哥有点怕怕,他对小王说 王啊,你出去看看,这到底是个傻玩意儿 要是个鬼,你就把他领走 要是个女人,你就把他领进来,你再走 小王很听话呀 等他出去看的时候呢,女影已经消失不见 第二天,村里又发生一件命案 一家人除了小媳妇之外,全部被杀 还放了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小媳妇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警察抓她的时候呢,他还逮住谁要谁 大四哥仔细一看,哎,好熟悉 这不就是昨晚那个女人吗 第二天,这个女人就上吊自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畏罪自杀 最重要的是,她也是脚底升窗 村里还有这样的传言,说这个女人之前 曾被嘎之沃圣群君调戏过 大四哥感觉这事挺奇笑 看来也不是毒魔故闹的 反而和嘎之沃圣群君有很大关系 这一天,大四哥在火在现场找线索的时候 遇见一个神秘的少女翠花 翠花就给他说了,这全家人呀 都是被这个小媳妇给杀的 我是亲眼所见 而且呀,这个嘎之沃圣群君呀 也不正常,她是个鬼 你要小心呀,说完人就消失不见了 大四哥很懵逼,他找到之前那个猎人 就是看见嘎之沃圣群君生啃鹿肉的那一个 让他带着自己一起去当时的事发地点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谁这半路上突然下起了暴雨 这个猎人就有点害怕 哎呦,不行呀哥,我害怕呀,我不去了 就当两人相互推散的时候呢 这个猎人就滚下了山坡 更悲催的是,竟然让雷给劈了 天打雾雷哄呢 大四哥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同时在医院里,他看到了第一件凶杀案的嫌疑人 骨骼爆裂,喷剧而死 十分恐怖 这天晚上,大四哥回到家,却发现 自己的闺女好像着魔似的 第二天,从不吃鱼肉的他,还疯狂的是鱼 像极了一只蝉猫 大四哥感觉很不对劲 他带着一个会日语的法师学徒 打算一起到嘎之沃圣群君家里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来了一看,人家竟然没在家 但在他家里,却发现一座恐怖的祭台 还有一些受害人的照片 大四哥还在众多杂物中 看到了自己闺女的球鞋 这时候呢,嘎之沃圣群君也回来了 但大四哥就有点娘了,啥也没敢问 直接就开溜了,没找到任何线索 大四哥回家之后就发现 自己的闺女开始画一些鬼画符 身上也开始长疮,好像更严重的 大四哥很担心 看来这是被嘎之沃圣群君给盯上了 他又一次找到嘎之沃圣群君就问他 嘎之沃圣群君也不含糊啊 咱也不知道啥意思 可能是想让嘎之沃圣群君放过他女儿吧 回到家之后,大四哥的闺女更反常了 看来这威胁也不管用啊 这孩子把一个阿姨给捅上了 大四哥是真没办法的 他找到法师二猪子 二猪子直接给他们来了一个韩国本土跳大神 跳完之后呢 二猪子就说了 不行啊,这鬼道行身后 我还真治不了他 除非啊,你多套点钱 大四哥听了也不敢不从啊 毕竟救女儿要紧 之后二猪子又找了几个人 唱起了吹魔之歌 另一遍,嘎之沃圣群君那边也没闲着 也在做法的 双方来了一次 你颤我抖的音乐碰撞 看来这嘎之沃圣群君确实有问题 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去摸到一半的时候 大四哥的闺女就受不了了 在那嗷嗷怪叫 十分痛苦 大四哥实在看不下去啊 强行叫停了法师二柱子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闺女必须得救 他找到几个好兄弟 打算抄家伙 灭了嘎之沃圣群君 一了百了 我得个怪怪 你说你是人还是鬼 五个壮汉愣是没追上人家 最后还给追丢了 就在大四哥一许人扫兴而归的时候 开车好像撞到了沙马尔 下车一看懵逼了 这不正是嘎之沃圣群君吗 切了怪了 几个人一和解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他从山坡上给扔了下去 大四哥回家之后惊讶的发现 哎 自己的闺女好像没事的 开心啊 他抱着闺女摇头痛哭啊 太好了 终于没事了 是这样吗 不可能 另一边 法师二柱子又出现了 他神神叨叨的自言自语 已经上钩了 也不知道啥意思 他开车来到大四哥家 竟然看见了之前的神秘少女翠花 人家还说了 你瞅啥滚 可把二柱子吓坏了 晚上喝的十元大火汤全吐出来了 二柱子装好家当准备逃走 但是天上突然下起了鸟石雨 陪你去看鸟石雨 落在这车窗上 让你的雨刷无法阻挡 二柱子很怕怕呀 他赶紧给大四哥打电话 赶紧回家看你闺女去吧 嘎着我神秘君不是鬼 真正的鬼是那个神秘少女翠花呀 你闺女随时可能领盒饭呀 大四哥很怕怕 他赶紧回家 却发现自己的闺女果然不见了 出去找的时候 刚跑到村口就碰见了神秘少女翠花 他大喊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翠花就说了 你赶紧回家吧 你闺女就在家等你呢 我不是鬼 我已经设好了陷阱 等着真正的鬼上钩呢 知道是谁吧 就是嘎着我神君君 大四哥有点懵逼了 我到底该相信谁呀 翠花还说 鸡名三十年之后你就回家 要不然你全家都得领盒饭 大四哥感觉一切都是这么莫名其妙 根本不知道咋回事 同时呢 他发现翠花身上的衣服越看越熟悉 这不正是之前几个死者的衣服吗 他超级怕怕呀 认为翠花真是个鬼 没等到鸡名三声 他就回家了 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他肝肠寸断呀 媳妇丈母娘全死了 闺女站在他眼前浑身是血 镜头一转 嘎着我神君君又出现了 凌人没想到的是 之前那个会日语的法师学徒 竟然和他在一块 原来呢 这个学徒也挺惨 一家人也被杀了 他认为嘎着我神君君就是凶手 他找到神君君想要报仇 报仇 不可能 虽然都是我干的 我可是大魔王哦 嘎着我神君君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确实是个魔鬼 长得特别可审 直接嗷嗷一声狼叫 这个学徒也领了盒饭 故事最后 法师二柱子来到大四哥家 对着几个死者拍起了照片 不负众望 大四哥一家都领了盒饭 就在二柱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乡子无意间衰落 里面竟然都是之前在嘎着我神君君家里发现的 所有受害者的照片 看来毫无疑问 法师二柱子和嘎着我神君君是一伙的 两个人狼狈为奸 不断害人 可能是为了修魔吧 至于神秘少女翠花到底是人还是鬼呢 我确实没看明白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闺女心眼不错 但实力确实优先 要不然 他咋不让嘎着我神君君直接领盒饭呢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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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